白话西游记第五回应筹剑白龙马收江 师徒俩继续向西行 一天,他们来到舌盘山应筹剑 突然从剑中钻出一条白龙来 张着爪子向唐僧冲了过来 悟空慌忙背起唐僧 驾云就跑 那龙追不上悟空 就张开大嘴把白马给吞吃了 然后又钻进身剑了 悟空把师傅安顿在一个安全地方 转身回到剑边去牵马拿行李 发现马不见了 想着一定是被白龙吃了 就在剑边破口大骂 烂泥丘把我的马吐出来 白龙听见有人骂他 气得眼睛都红了 跳出水面 张牙舞爪地向悟空扑来 那龙根本不是悟空的对手 几个回合就累得浑身是汗 转身就逃到水里 悟空又骂了一阵 不见白龙出来 便使了个翻江倒海的本领 把这个清澈的箭水弄得泥沙翻滚 浑浊不清 那龙在水里待不住了 就硬着头皮跳出来 和悟空打了起来 双方站了几十个回合 白龙实在打不过 摇身变成一条水蛇 钻进了草丛 悟空赶忙追过去 可是连蛇的影子都找不到 气得他把牙咬得乱想 于是悟空念咒语 把山神和土地都叫了出来 问他们白龙从哪里来的 山神和土地小心翼翼地说 这白龙是观音菩萨放在这儿等候你们 和你们一起取经的悟空一听 记得要找观音菩萨讲道理 观音菩萨料是如神 驾云来到阴仇见 告诉悟空 这白龙原是西海龙王的儿子 犯了死罪 是我讲了个人情 让他给唐僧当马骑的 如果没这匹龙马 你们就去不了西天悟空 急着说 他藏在水里不出来 怎么办 观音菩萨面带微笑 朝见中喊了一声 那白龙立刻变成一个英俊的公子 来到菩萨跟前 菩萨说 小白龙 你师父已经来了 边说边解下白龙箔上的夜明珠 用柳条占些甘露 向他身上一挥 吹了口仙气 喊声变 白龙就变成了一匹白马 观音菩萨叫悟空 牵着白马去见唐僧 自己回南海落家山去了 悟空牵着马 兴高采烈地来到唐僧跟前 唐僧一边用手摸着马头 一边说 好马 好马 你是在哪儿找的马 悟空把经过说了一遍 唐僧连忙向南磕头 感谢观音菩萨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观音菩萨